那我们来听一下有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他这个问题是用语音的方式交给我们的 我们一看来听一下是否我们在生活中也有遇到 也许也可以趁机学习一下 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高压嫁接法 涂了一个什么涂了什么东西 我的朋友说是涂了蜂蜜 可是他第一就是我想知道一下 他那个销是销鱼圈 可是他拿的那个草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而且他涂的那个涂料 涂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好谢谢 涂蜂蜜对吗 如果嫁接的时候两个这个植物粘在一起 我们用草啊 用这个粘酌剂把它粘在一起包扎起来 蜂蜜对吗 这个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怎么做呢 我们快乐小天使赶快在感恩节的时候 帮我们有请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这是我们园艺达人花哥花博士 哈喽花哥你好 小米好 各位听众感恩节快乐火鸡节嘛 感恩你一直在协助我们三宝店 谢谢你为我们的社区服务 那这个嫁接怎么办呢 我知道你常常在嫁接 小米我刚才听到这个录音的这个问题 稍微要替他修正一下 他讲的是高压嫁接 他说真的高压和嫁接是两回事 但是高压或是嫁接都是果树或是一般植物的很重要的繁殖的方法 那我知道因为我是园艺老师嘛 我知道他在问的是在问高压的问题 高压是怎样就是用像这位听众也在问嘛 去哪里买到那个材料来做高压 那嫁接是把一个枝条嫁接 就等于切开来把两个枝条绑在一起 就叫做嫁接 那这位听众在问的是高压 就是说把一般的果树 例如说花哥我家的一棵栗枝树 大家都吃过花哥家栗枝树很高兴 那说花哥可不可以帮我包一棵 高压一棵或者环子一棵 就是说把因为栗枝树上枝条有好几十支 那我就把其中一支环段剥皮 以后拿刀把稍微一寸的剥把它环段剥皮一下 以后用适当的水桃弄湿 最好隔夜弄湿以后混着一些泥土包起来 把那个刚才剥皮的地方把它包住 然后用塑胶纸或者是坊间有在卖的高压球 塑胶球把它包起来压住压得紧紧的 里面潮湿的戒指就是在水桃包起来 然后在上面包之前去涂点东西 就是这位听众在问请问要涂什么 他说涂蜂蜜 没有错 蜂蜜也有些 我也听过房间有人用蜂蜜 带来代替这些涂的药粉 那当然我们通常在教学生的话 我们都去买这个叫做routine powder routine powder就是说涂生根粉 中文叫做生根粉 那所以这位听众他问的两个问题 就是这个什么涂什么东西呢 蜂蜜可以但是我想那比较是民间的方法 专家用的就是会去买这种专业用的routine powder 还有专业用的水桃 这位听众问在哪里买 刚刚好这些东西在美国这些大卖场 Hondipo Loss 甚至有些华人的苗卜也许都有在卖 都不是很贵的东西 大概5块6块左右的东西都会买得到 所以回答这位听众问题 高压的东西可以在美国的这些大卖场买得到 就是在它的植物的部门 它的gardening的部门 通常是放在水草是放在那种 人家在做编织室内的兰花 种兰花或者是种些室内的塑胶花 用这些水草来当做装饰把它填压的东西 但是水草可以吸水 所以可以做高压的植材 哇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这个高压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个如果我们上我们无需不登三宝店的话 常常会看到一些花哥的这个解答 以前是不是有回答过类似的这个问题 但这次你是好仔细好小心 是每一个这个只要是苗卜 或者是不管是华人也好 一般美国人的也好 你只要把你的这个需求告诉他 其实里面的这些员工也能够指导我们吗 是不是 是是是那当然我们在我的 有时星期一下午的这个节目 这个兰花热桃节目 或者是在园艺讲座啦 我们每年都会交很多的听众朋友 或听讲座的同学朋友们 我们都会交交因为这个是很有学习的必要 而且可以放加你的果树好的果树 你把高压包起来送给朋友 大家都很高兴 那我也会把刚才解答这两个东西的照片上传 那晚上在电视上44.2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英文叫做Sphagnum Sphagnum 所以说这个水草 这我们常常用高压用的水草 然后另外一个叫routine powder 我会传给1300 晚上就放在电视上 给晚上的电视听众可以看得到 太棒了 有花歌真好 在感恩节的时候能听到你的声音 格外的有感触 谢谢你在过去这两三年的服务 好棒 祝你这个感恩节快乐 感恩有你 谢谢 谢谢